歡迎收看周日新聞追追追 追真相 追是非 追到底 我是高雯英 我是林昆峰 好 我們來看 大家在說很悶很悶 悶經濟 可是馬總統在公開的場合 講說誰悶 來告訴我 讓我知道 我來跟他們談一談 很多人說不會吧 馬總統好像有一點點白目 這是民意 不是我講的 說是馬總統承諾的633跳票 台灣現在陷入的悶經濟 你看嘛 勞工處在過勞 長工時低薪的環境之下 馬總統當了七年的總統 完全不曉得到底什麼悶 大家說這個叫做 唯我獨行 好 其實這個馬總統此言一出 到底悶不悶 我們等一下幾個立委 來告訴大家 他們自己悶不悶 但是還要來看 國民黨操戶內的風暴裡頭 有人現在有陰謀論在推估說 如果2016朱立倫不全力以赴的話 你不只輸掉新北市長 輸掉這個總統大選 你連黨主席你都會掉 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基層現在小雞亂成一團 母雞誰要出來帶 還不知道 國民黨的心聲到底是什麼 我們今天會帶你追到底 首先介紹新的來賓 一起來歡迎 政治評論者胡忠信 主持人大家好 立法委員季國棟 主持人鄉親大家好 立法委員蔡黃郎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林國成 主持人各位大家好 請聽在地的聲音 接下來介紹在我右手邊 第一位 親民黨的副女書長劉文雄 大家好 接下來是台北市的 連政委員楊石秋 主持人大家平安喜樂 好 最後一位是民國黨的 台北市議員徐世勳 主持人大家好 好 633撬票了 悶經濟世絮八燒 我們就來看看 馬總統說 到底有誰悶 請你們打電話 打電話來 我來看看他哪裡悶 但是此言一出 藍綠立委華人 網路上更是說 馬總統的馬氏冷笑話 不好下 一點都不好下 今天紀委員也在我們現場 我們來聽聽看 受訪的時候 紀委員憂了他一磨 台灣到底誰最悶 馬總統要你快出聲 當然悶啊 又要面對選舉 又要選民服務 又要黨紀處分 大概我比較悶吧 我現在竟然不會吧 我不會那麼無聊 我怕總統府的電話線 恐怕會被打爆 其實他也可以改成說 寫不悶的告訴我 或許人會比較 會比較少一點 這個總統叫做水母總統 這個總統好像 剛從外星旅遊回來 十幾年沒有到台灣來的感覺 藍綠立委嘲諷 但就怕總統把自己 樹枝高樓 從一而終 永遠不會懂 好 來 林議員 所以大家在說 馬總統還好吧 七年了耶 他完全不知道 幾乎是唯我獨行 而且是天高皇帝遠耶 大家覺得 覺得納悶 你怎麼會說 那誰悶 如果覺得悶的話 你來找我 百分之八十五 都是有房子的啊 後來有這個婉君就想說 他把這個 可能外星是有房子的 也包含在百分之八十五裡面 怎麼會這樣子啊 當然因為馬英九 馬總統他不會悶啊 他怎麼會悶 因為一個月只花五萬塊錢 然後一個月存四十二萬 一年可以存五百八十三萬 他當然不悶啊 另外你如果便當 吃一個吃不飽就吃兩個 那當然有他的邏輯 他當然不會悶啊 那另外他到災區去 不是告訴人家 陳情人跟他講 哎呀 總統啊 我這個救救我啊 聽到這個救救我 他還跟人家講 我不是來了嗎 他當然不悶啊 另外他進行的口號 我記得八年前的時候準備好了 四年前也準備好了 他都已經準備好了 台灣會更好 結果他就馬上好了 他當然不悶啊 他六三三跳票 台灣人民就這麼慈悲 不跟他計較 你現在就在總統五好好拜佛 前神這些啊 不要再講話 不要再傷害台灣人民 你在執政沒有用同理心 那以他當然是不悶啊 那為什麼 因為他用水母的想法 跟他耳聾的聽力 那他怎麼會悶呢 他當然不會悶 可是台灣人民就慘了 真的是悶 馬總統 正經台灣人民 兩千三百萬 我跟你說 除了你以外 大家正經很悶 包括我才來 我也很悶 這樣要打電話 也可以打給我 還是我來找你 我真的很悶 為什麼悶 薪水十六年來 請問是倒退的 你說我不悶嗎 年輕人買不起高房價 低薪資 我可以不悶嗎 油店酸漲 說漲就漲 我可以不悶嗎 另外 你說我一個便當 吃不過吃兩個 我本來就一個便當一百塊而已 你叫我吃兩個 難道說 我真的也不悶嗎 你黑心有給我吃這麼久 胡大哥這講 這個人有三公斤嗎 這個三公斤 難道說我不悶嗎 我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我二十二K 我要想結婚 我不敢生小孩 請問馬總統 我可以不悶嗎 好啦 你講的數據最美麗嘛 85%的人 通通有房子 是 85%真的有房子 可是85% 84% 9.9% 都在繳黃貸啊 馬總統 繳黃貸 都快繳不起了嘛 所以當然也很悶 你的數據是對的 可是 你有沒有考慮 你85% 當中 也是生活在 這些高黃貸的情況之下 你說這樣他不要悶嗎 所以 最重要的一點 一個執政者 如果沒有同理心 沒有把百姓的小事當成大事 那當然大家都一定會悶 所以 我在看 大家回想一下 從你 四年前說你準備好 人家給你機會 到現在八年下來的時候 請問 你自己講一講台灣人民悶悶悶 你到底做哪一件事情 讓台灣人民感覺到高興的 請你告訴台灣所有的人民 不要說人家怪你說 明明我數據這麼好 但是你還是這麼悶 所以我是覺得 最後一句我要奉勸 馬總統 你少講話 台灣人民就不會悶啊 所以我還是要呼籲 現在還有一年多 請你在總統府 你吹冷氣 你可以不悶 但是 我要告訴你一個真相 台灣人民真的非常悶 你 議員叫馬總統少講話 好OK 你叫馬總統少講話 那只有大家在看 你好像擴大局面來看 現在確實有個局勢是什麼 切割 切割馬總統 特別現在要選舉了 我是不是投誰誰誰 等於是投馬英九一票 這個效應還正在發酵當中了 剛剛聽到是一個議員的悶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一個資深黨員的悶有多悶 過去也是我們台北市議員 現在的廉政委員楊世秋 這個委員其實提到了馬英九 其實他有滿腹的感慨 我每次從他眼神當中 有一種你知道 過去其實這個委員 在推動一些市政的時候 他可以說是馬前市長 最好的一個一個民間友人之一 但是曾幾何時現在這一份感慨 其實蠻多人對馬總統 我知道說很多黨員 現在不知道該跟總統講什麼 因為講什麼他都聽不懂 然後的回應是這種馬式幽默 然後被大家調侃 成為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 沒有錯 我記得春上春書有一本小說 是在第一本小說 叫聽風的歌 第一句話 坦白講就形容到今天馬英九 春上春書第一本小說 大概距離現在快三十幾年前了 他第一本 這第一句話是說 沒有完美的文章 人世間是沒有完美的文章 就如同沒有完全的孤獨一樣 我認為這句話要說修正了 馬英九現在就是完全的孤獨 他跟世界隔絕了 我聽到說他百分之八十五有房子 我聽到他講說這個 大家悶的話打電話給我 那種感覺就好像你去參加 智商委員會公記的時候 突然馬英九在旁邊唱 我一見你就笑 那種尷尬的場面 大家不知所措 他百分之八十五有房子 今天如果有五個人去問 沒有錯這五個人裡面有四棟房子 但是那四棟房子是一個人的 你說那叫百分之八十五還叫百分之二十 今天台灣百分之八十五的房子裡面 有很多人是有三棟的 那個有六棟的 那個有兩棟的 你用這樣的一個所謂平均值來算 就如同說 我們現在國民所得兩萬二美金 所以平均一年六十六萬 大家呢 每一個人平均是五萬塊 那是你把郭台銘的錢算進來了 你把王雪紅的錢算進來了 然後他開一個自民得意的說 所以我真的感覺到 身為一個四十年的黨員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一再告訴當時的馬主席 現在的朱主席 黨產是一個 讓你在未來選舉當中 你有了鈔票 你就一定沒有選票 你有了黨產就不一定會有 絕對不會有未來 國民黨朱立倫在參選黨主席 不是說很清楚要跟年輕人站在一起 結果你擁抱了這麼多黨產 我請問你 你跟他距離只會越來越遠 我想到一所一元一句 一個小故事 我們就啊 我像很多資深黨員跟我的感覺一樣 有一個農夫拉一桶螺子 螺子大家都知道 脾氣很硬 一直拉他的時候 走在懸崖峭壁旁邊 這個螺子就一直要往外走 我們這些農夫啊 就一直往裡拉 因為外面太危險了 最後人當然力氣比不上螺子 就拉到最後呢 螺子真的掉下去了 那個農夫就看著摔下去摔死的那隻螺子講說 你終於勝利了 我今天要跟國民黨講 你終於勝利了 馬英九你終於勝利了 我們一直往裡面拉 告訴你那條路不能走 告訴你應該怎麼做 他就不聽 就往背道而馳 最後就像那個農夫 一所議員當中所說的 最後看到那個摔下懸崖死掉的螺子說 你勝利了 今天或許國民黨勝利了 但是在整個民眾他的輸到 去年十一二九號是一個最清楚的證明 所以我自己個人來講 當我們看到所有的民調 當蔡英文的贏的機率越來越大的過程當中 國民黨竟然找不到人 這是一個非常荒唐的 對面的舞台已經搭起來了 Band 樂團也找好了 觀眾也就做了 我們這邊舞台空空如也 後面你推我幾 吳敦義 王金平 朱立倫在那裡 互相找不到一個人 台下也沒有任何的觀眾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說 王金平跟朱立倫 比這場選戰都不見得會贏 你說廁所跑去 對啊 你不要講他了啦 如果王金平跟朱立倫合在一起 都不見得贏 像我常常講的 而在朱立倫所拜... 宋楚瑜在這裡面所扮演的角色 其實才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但如果你們自己兩個都搞不定 我說實在選舉最怕的是什麼 在別人的屍體之上獲勝 那就不會有任何的進步 馬英九當年就是在 陳水扁的屍體上獲勝 今天如果蔡英文是在馬英九的屍體上獲勝 坦白講 那也不光彩 將來也不見得會進步 我們都很清楚 兩千年阿扁能夠當選 不也是在 連戰跟宋楚瑜兩個人 因為互相廁殺 兩個人屍體之上 你要提出你的願景和未來才有機會 所以我希望如果蔡英文能夠獲勝 是靠它真正的 不管是兩岸的政策 或是未來的前瞻性 而不是靠馬英九的屍體 和國民黨的分化 但平行而論 我也很擔心民進黨的未來 最後我再一次強調 假設當國民黨 以現任優先 不但黨內出選的話 我是非常可能用第三勢力的方式 來參與這場立委選舉 那我必須非常誠懇的 跟蔡英文主席講 這場選戰到目前為止 因為你沒有對手 你的民調遙遙領先 但不代表你會贏 當王金平 當朱立倫 甚至宋楚瑜整合成功的時候 你的未來 那是一場艱苦的選戰 我真的 以台灣大多數老百姓的聲音 給蔡英文主席 如果你要繼續維持這樣的優勢 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兩岸的和平 比任何的政策都更重要 而兩岸和平的基礎 就是建立在九二共識之上 而九二共識 可能都是保衛台灣 最有效 而且最直接的方法 我最後用個例子 送給蔡英文主席 讓你做參考 很多人擔心 我直接做了九二共識 會不會影響了 基本教育派 1994年 諾貝爾和平獎 也是我最佩服的一個政治家 叫做以色列總理拉賓 各位知道 他是一個游擊隊出身 當過以色列的參謀總長 他去追求跟巴勒斯坦的人和平 他到以色列屯肯區 要求以色列人民 要給巴勒斯坦的空間 當他下台的時候 被人家辱罵 你是一個懦夫 你不敢追求和平 他那篇演講裡面 這段話 我今天要送給蔡英文 他怎麼說 他說我親身參與過 我當過以色列的獨立戰爭 我當過以色列的參謀總長 我比各位都瞭解戰爭的可怕 你們今天反對我追求和平的聲音再大 也比不上一個孤兒刮目 因為上身殺場親人 那種哀嚎的聲音 因為我親眼看到那些年輕的生命 消失在燃燒的戰車裡 消失在憤怒的這些戰火裡 各位 這位以色列總理 他為了追求和平 走下台 被以色列的基本教育派 當場打死 這是一個當過 以色列參謀總長 為了追求和平 因為他說 我比你們都瞭解 什麼是戰爭 你們反對我追求和平聲音 他們再大也比不上一個孤兒寡母 他們哀嚎的聲音 我覺得蔡英文在未來 當習近平掌權之後 他的態度已經用地動天搖來 對兩岸關係做表態了 千萬不能有任何所謂想逃避 想取巧的空間 當習近平可以動江澤民 當習近平可以動中有康 當習近平可以動徐才厚的時候 你必須要了解 如果你想認為說 我當選 你習近平要調整你的路線的話 這種用一種挑釁 或者是模糊 或者是兩岸 這麼多年來 最最重要的基石做動搖的話 我真的奉獻蔡主席 如果這樣的話 我相信對你的選舉 在未來會非常辛苦 兩岸以及美國 我相信大家很清楚 在未來總統選舉是扮演關鍵的角色 我希望他們扮演 不要扮演的角色 而是讓我們的 兩千三百萬人民來決定就是 不要被少數人拔架 不要擔心 因為追求和平而被扣帽子 拉兵可以因為追求和平 我也不相信蔡英文會上升生命 但拉兵為了追求和平 他可以做到犧牲的程度 我希望蔡英文在未來去美國訪問 或未來的總統選舉當中 他能夠在兩岸問題上 有一個彼此 中共與我們都能夠接受的空間 好 這個是委員提出來 可能是給綠營的警訊的一些建議 好 來 時事訊室台北市議員 如果說馬總統口中的悶 誰悶你來找我 這個問你最清楚了 你最了解當地的情況 現在的年輕世代裡面真的不悶嗎 大家在講的悶經濟 哪一個青年世代裡面 對不起他們租房子 跟他們買對不起房子 現在的這個情況的普及率 議員非常清楚 好 我想我今天也拿一個數字 一個統計的結果 那這個是應該是一個蠻 也算蠻知名的 數據分析的一個網站 他針對這個 就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 這個十大鄉民院 這個十大鄉民的這個院隊 的十大議題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個 第一名叫什麼 薪水太低 第二名叫失業找不到工作 第三名是房價太高買不起 第四個是政黨惡鬥 立院空轉 第五名這e-tech收費的問題 第六個是官員的貪污 第七個是貧富差距太大 第八個是什麼 教改 就是這個十二年國教的問題 第九個是食安的問題 第十個是這個單身情侶放閃 從這些問題當中 這是在這個網站上過去 他們蒐集很多部落格討論區 然後甚至一些知名的網站 在討論這些議題裡面 整個統計下來的結果 那我們可以想像年輕世代 他們看到這個問題 面對這 剛剛我想國成兄也提到 這個薪水問題 或是這個失業問題真的很大 但是我先來講這個 我們的國教 十二年國教很大的問題 因為現在很多家長 每次看到我 就跟我說 為什麼十二年國教之後 我覺得我的孩子 反而學習得更辛苦 然後我們做家長的 卻突然感覺 好像每天都在打仗 每天都戰戰進進 這個十二年國教 到底在幫助我們什麼 這是家長很多的心聲 那我們來講到這個 薪水 薪水的問題 或是這個失業的問題 那因為我自己過去 在這個很多機會 我到各大專院校去演講 我過去都講這個 領導力啊 講這個服務官啊 講這個怎麼樣去 生涯規劃啊 可是我每次講完 任何的題目之後啊 這個結束 學生來問我是 老師 到底我們怎麼樣可以 在畢業的時候 順利的就直接找到工作 也就是說跟我原本的題目 我要講的題目 他們關心的還是這種 到底怎麼樣可以找到工作 怎麼樣可以不要這個二十二K 那我每次看這些孩子啊 他們這個眼神當中 這種無助 我就在想 我們的執政者 到底了不了解 這個民眾的心 還有年輕人 他們這種悶啊 是悶在心裡面 悶到不知該如何是好 所以我們從去年 這個三一八學運 大家看到這個現象以後 才突然覺得 原來年輕世代 好像也開始關心了 因為他們關心他的未來 他們真的看不到 未來該怎麼辦 所以悶不悶 非常悶啊 可是馬總統說不悶啊 他說85%的是有房子的 那剛剛這個 許醫院講的 他去演講 這些孩子的悶 可能馬總統沒有看在眼裡啊 所以開始切割這個效應就出現 週刊的報導是什麼 2016假設朱立倫落選的話 第一個他輸掉新北市長 第二個他輸掉總統 第三個他會輸掉國民黨主席 他面對的是三輸的下場 馬總統又頻頻失言 林國城議員都已經跟這個馬總統講 你不要再講話了 因為為什麼 2016國民黨是還是要選的啊 好朱立倫搞不好三輸 那我們就要來問了 那馬總統他會輸掉什麼呢 他好像沒什麼可以輸的嘛 除了現在很多的官司 除了政治獻金 現在要調查他 除了洩密案也要找他 他好像沒有什麼可以悶的喔 富密 其實馬總統 應該說悶是每個時代都悶的 各位記得過去有個節目叫 全民大悶鍋 表示這個悶不是只有馬英九時代悶 但是為什麼在馬英九時代 人家提出來的時候 他居然這樣回應 我想最悶的是國民黨 國民黨的2016的人在哪裡 還沒有出來 我很悲哀的說 如果這個情況沒改變 不管是這個月下個月再三個月 說不管是誰出來 如果沒有搭配宋楚瑜的話 我看明年我們就是 只好給民進黨的蔡華郎說 恭喜喔 蔡院長 不是 蔡總統 你被當院長我是不曉得 恭喜 恭喜民進黨 賀喜民進黨 國民黨把所有的江山都供給你的嘛 那姑且不論立委 還有這個想選立委 那個想選立委 我跟你講 最有可能選人叫做紀國棟 這幾個月來 從來沒有提到出 他想選或不選 為什麼 他叫什麼 他叫做 記很悶 他不是 他以前叫 爭一口氣 後來我就開玩笑 剩一口氣 對不起 他現在叫很悶菜 很悶氣 氣很悶 整個社會氣氛是這樣 因為你國民黨過去讓他長久以為 國民黨是可以依賴的 現在沒有啦 藍軍 我跟你講這一次 很多人說 我們要複製柯文哲心象 我們要柯文哲什麼模式 對不起 沒有什麼柯文哲模式 那是因為有一個 一個連勝文 因為有個MG149 因為有個蔡正元 因為有一個TDR跟黑心油 民進黨有這個東西嗎 沒有嘛 沒有你怎麼複製 所以我常常講說 在國民黨現階段裡面 如果沒有一個人 願意當烈士的話 沒有一個人願意當蔡英文的話 國民黨是沒有機會的 所以全民都很悶 好 我記得 胡大哥之前在節目上有提過說 他心目中有兩位 他自己覺得 國民黨跟民進黨 最有智慧的立法委員 其實 就在我們現場 他提到一個紀國動 提到這個蔡黃郎 他會說他們這個智慧 假設這個黨內 有這樣的人才的話 那或許可以跟黨內一些建言 那我就先指教蔡委員了 畢竟這個 楊世秋楊委員 剛開始 一開始就 點名說他給蔡主席一些建議 我不知道說 你對這個委員的論述 他給蔡英文的建議 你覺得如何 再來 回扣到馬總統 你看現在 這個 國民黨2016人選出來 跟馬總統手 有沒有伸進去這件事情 有沒有關 我一向對這個 黨外對民進黨的批評 或者是勸檢 我認為都應該要接受 而且都要注意傾聽 不是人家想要聽好聽話 我們就要聽壞聽話 要聽破片的話 這樣這個黨才會 免以腐敗 有監督的力量 這個黨才會有警惕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本黨要戰戰進進 楊世秋的話 我們都要聽在阿里 然後用心的去分析 他講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兩岸政策是我們的罩門 你不解決兩岸政策 中國隨時可以在你的選戰裡面 跟你加油添醋 他隨時可以跟你見縫插針 那中國介入台灣大選 很可能都會影響到 勝敗的一個關鍵 他們有很多的招數 過去的這些補助機票 只是小兒科 真正的他會用各種方式 甚至用他們龐大的資源 甚至用人民幣投入你的選舉 都可能 所以民進黨一定要讓台灣人民信賴 信賴我們在處理兩岸問題的時候 是穩定和平 是不會破壞兩岸之間目前的平衡 這個楊世秋的話 我們聽進去了 另外馬英九說悶了 我覺得他很無知 昏庸 他好像這個跟進會地合不實 態度其實是一樣 眾人皆悶 唯獨馬英九不悶 這個他是一個自戀自私 孤方自賞的人 他沒有喚醒 沒有檢討 他還在外國人的面前 這個幾乎是惱羞成怒在反諷 在輕挑的在諷刺疲問題的人 這態度非常輕挑 你看這個態度是什麼 這個態度就是不知喚醒 我沒有錯啦 你那個悶是要將我一軍 我就故意嘲諷你 哪個悶 他的態度就是如此嘛 這個非常輕挑 那他其實就是要反擊 反擊這個問的人 他認為提問的人 是在攻擊他 也代表說 他並不承認執政失敗 也並不承認他跛腳 他還要繼續的鬥爭 他還要繼續的 在一年兩個月之內 他還要新風作浪 這個才是我們最擔心的 一個總統在執政六年多 還不知道悶在哪裡 我隨隨便便都會講一堆啊 天下街悶只有你不悶 因為你月入47萬 存48萬 你當然不悶啊 長工時低工資的人悶不悶 當然悶啊 買不起房子的人悶不悶 悶啊 數十萬派遣工 連尾牙年終獎金都沒有的人悶不悶 總統悶不悶 對不起啊 判險公是誰用最多啊 政府用最多啊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政府用判險公 對啊 那中間錢誰賺啊 對 那馬英九你要出來說清楚啊 另外 當時投票給你 你說股票上看2萬點 這些股票主悶不悶 到現在連1萬點都不到 悶不悶 你當時633 騙了多少你的票 軍公教人員 馬上2017年 軍人 聯保基金就要倒閉 就要破產 軍公教人員悶不悶 你有改革了嗎 你說的很大聲 做的笑死人 另外12年國教 老師 家長 學生 悶不悶 我剛剛所講的這些 已經涵蓋台灣幾乎各街各城的人嘛 所以我說全國皆悶 只有馬總統不悶 那我現在很擔心就是說 你並不承認做錯事 並不承認執政失敗 然後還在緩擊啊 那個外國人講你悶 用輕挑的態度 緩擊人家 我怕你說 這一年兩個月啊 會冒進 你為了留下歷史定位 你為了跟你國民黨裡面的茶府 裡面內鬥 你為了要展示說 你並不跛腳 你還能主導政局 我怕你做錯事耶 做錯事還沒有關係啊 我怕他做壞事啊 如果他做壞事的話 他自己鐵達領的船要乘了 他把2300萬同胞 要一起帶乘下去嗎 所以我很擔心他 另外他妹一次死 百分之85的自有住宅 誰告訴你的 是你的主計處嗎 還是你的財政部 是你的政府裡面 什麼人告訴你 有百分之85的自有住宅 如果全台灣人 有百分之85的自有住宅 那還有什麼 住不起房子 還有什麼 買不起房子的事情啊 所以這個是媚以事實啊 另外 他說台灣是 全世界最不痛苦的 第三個國家 你相信嗎 請問總統 拿一個觀點告訴你說 台灣是全世界最不痛苦的第三個國家 完全選擇性的拿出來呼嚨欺騙人民 另外他說評論全數非常小 我告訴總統一個數據啦 去年台灣的保時捷跟雙B 甚至Masarati交車 都創下歷年來在台灣銷售最高的紀錄 但是我們看到另一個新聞是有人 因為沒有錢 擔心媽媽帶著小孩子 到超級市場裡面去偷便當 這個就是我們的社會 台灣的社會現在 買雙B的人破心高啊 保時捷在台灣開慶祝會啊 說台灣人買保時捷第一名 結果我們有人抱著小孩去偷便當 這個評論差距是要人民有感啊 不是你總統講的啊 所以我說馬英九總統 郭承兄剛剛講的還不夠精確 我老實講你應該下招最急 然後自求總統府 不要再亂黨亂政 這一年兩個月你就當一個虛位援手 不要再去干預政務 不要去干預政事 你就在總統府裡面寫書 你要寫自傳或者寫總統的歷練 或者是寫悔過書都可以 你就不要再亂政 不要再講話 你所講的每一句話 都會傷害人民的感覺 你說台灣人不悶 悶的人來告訴你 請問總統 你黨內的人不悶嗎 朱立倫現在不悶嗎 連總統候選人都沒有辦法解決 他在怕誰 他怕的是貝歐林 貝歐林是誰 惡婆婆就是你啊 那為什麼到現在 國民黨的人 沒有一個人敢造次 因為你城市不足 敗事絕對有儀嘛 你現在人家怕你的是敗事耶 所以我是希望這樣一個總統 何不食肉米的總統 夠了吧 台灣人民真的受夠了你啊 所以外界在講說其實誰最悶 王金平最悶 朱立倫最悶 張顯耀最悶 除了他們這三人悶之外 全民很悶 可是就是覺得 馬總統就是覺得 沒有悶這件事 你看周圍的人 幾乎紛紛都跳船 的確 這個執政團隊大跳船之外 現在連立委 然後總統候選人 什麼都還沒有擺平的時候 不只剛剛我已經講到 這幾個人悶 我們紀國動委員 也真的很悶 這些老陳資深的黨員 大家一心要為黨服務的時候 但是不知為何而戰 不知為誰而戰 來啦紀委員 這個 講悶已經不流行了啦 我想可能很多人的心情 可能比悶還更進一步 不要講剛剛主持人所說那些人 你就說洪秀柱我們的秀柱 調校機就好了 他沒有說他悶 但是他用比悶更重的話說 如果不表態選總統那就等死啦 而且他講說 這時候需要有不怕輸 有必勝決心的人 才能帶領打仗啊 不怕輸就是他看 眼看的可能就輸掉了 你說洪秀柱用悶可以形容嗎 我看比那個還嚴重吧 管爺前陣子還沒卸任的時候 人家問他說 IS某某人輕聲啊 他說連他都想自殺 你看當一個政府官 雖然有些時候辦爺語啦 可是有些時候也是那種心情的寫照吧 請補充秘書長 馬英九最好的朋友吧 這大家不敢否認 你看他跟隨他打拚 你說台北市那邊 我相信石修兄等一下可以補充 應該是西縣無戰事嘛 真正壓力大的是在總統這段時間 他幫總統打仗 身體搞成這個樣子 雖然摳摳節有暗示說 會不會是因為遺傳的因子 怎麼樣那不管 但是大家知道啦 心臟的問題就是壓力過大 陪你打仗不到七年 好像說一部 他是三鐵的一個高人 好像一部非常強的運動越野車 被你操的不到七年 就可能就要除疫啦 心不好啦 心不好 大家知道 我們光是公務車啊 每天在開也可以撐八年 不到七年 這是為什麼 大家壓力太大啦 不只是門啦 如果我們可以解決事情 那不用擔心啦 這兩天 我們住的地方有個保全 保全的人更動很快啦 又辛苦錢又少 那個三班次的 我看大概都兩萬多塊啦 所以他的流動力相當高 我突然看到一個保全 新的保全 青色的臉龐啊 無助的眼神啊 我看了心裡都非常不捨 看起來感覺好像我的孩子 很年輕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當兵啦 英文知道才知道 他薪水都不到三萬 欸 我看了那種同情之心啊 油冷而生啊 我跟他無親無故啊 就是一個 一個整個大樓裡面一個保全而已啊 我們看到很多的助理 有些人我們想說給他加點錢 沒辦法啊 整個薪水的制度就是這樣子啊 那你給他加點錢給他加點福利 很簡單 不然你就立委自己要桃藥包 或是你是減少你的福利啦 可是 我看光是這樣能夠解決事情嘛 馬總統我想他可能啦 我們寧願相信他是在為政策辯護啦 對不對 你說悶 我雖千萬人吳王瑜 我就否認到底 對不對 怕事也要說不 你說悶是你就說啊 你剛剛講說反向這個學者不管 反正我就不承認 第二點我想他是不願意面對真相 可是就像忠心兇手說 你不願意面對真相 面對事實 事實就面對你嘛 這個 這個有沒有悶 沒有意義了啦 真的說完全不悶的人 我覺得是不多啦 說實在話啦 你這個死 除非你是大老闆 那可能賺很多錢 賺很多錢很怕 怕說政府什麼要抽稅啊 你就光想16年的薪資富成長這樣就好了 怎麼可能他會高興呢 這一點最能解決 最能說明現在的一個狀況 那我不曉得這一局要怎麼來解決 馬總統他其實很怕人家講他啦 前陣子我還記得他接受訪問來講說 沒有所謂看守問題 沒有所謂的跛腳問題 你說我跛腳 我就要做給你看喔 我希望他真的能夠稱 所謂的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但是我們很怕就是說 因為現在眼看著他整個人氣也好 摔得那麼快 然後朱立文主席 又一定要掌握所謂的泛男共主這種氣勢 我很怕就是說到時候他會誤判 或是說跟朱立文主席或是黨內之間的大佬 大家為了一氣之爭 我覺得這才是所謂國民黨裡面的人 不只是所謂門喔 不是一個門可以解釋喔 終極的恐懼 因為你現在大人打成一團 或是大人大家彼此不相信 大家彼此競爭 你說到現在立委或是總統候選人難纏 這個問題是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真正小題目沒有意思啦 希望總統跟王院長跟朱主席 趕快坐下來談一談 國民黨未來何去何從 至少給大家一個希望一盞燈在那邊 好紀委員你的喊話確實如此喔 民調看得出來民眾的心聲 你說民進黨蔡英文 對上國民黨的王金平朱立文跟吳敦義 其中只有王金平他是最強的競爭對手 假設對上蔡英文的話 我們繼續來看民調來空空 好即便是來贏最強的王院長 34.5%其實跟蔡主席之間 還差了將近20個百分點 那就再來看一下這個朱主席 他也是差了20.9% 兩個人其實差不多34對33 之前呼聲很高 馬松武比較熟意的 吳副總統呢15%跟人家54 納正差了蠻多的38點多了 這個時候有人丟出了一個是水溫嗎 或者是故意再看看逼誰出來呢 這是外卡李鴻元啊 為什麼說是外卡 人家這邊是季後賽啦 那你可能形象不錯 有人故意丟出來 而且外傳是馬無已經屬意的人選喔 我們知道李前部長啊 這樣有一點好像衝突耶 他在江內閣的時候 不是民調最高 但是還是被拔掉嗎 所以啊 這個大家都覺得說 這一輔 到底在玩什麼把戲大家看都沒有 尤其藍軍很多支持者說 那現在怎麼突然冒一個李鴻元出來呢 他說什麼角色 他都可以扮演 他樂意之志 而且他也知道這個民調 這一句好像一個軟釘子都碰回去 好像他自己也有這個意願 那年輕世代有意願 形象又好 又有執政經驗 沒有不好啊 甚至連過去他的老朋友 高金素梅的立委啊 也說 其實大家都非常肯定啊 那還有人虧他啦 說是不是要來一個李高沛啦 當然這個僅止於政壇的笑話 相名的揶揄 但是我們回歸一個嚴肅的主題喔 要跟小英PK 國民黨其實如果眼看著說 怕輸怕戰的話 胡大哥 沒戰就輸了 這戰 這戰 2016 蔡英文 就在算了 無言之過早 就我記憶所及 歐巴馬 柯林頓 卡特 在選前一年都還沒有出現 美國大選都是 台灣一樣 不要論斷今天就 今天選當了蔡英文贏 但十個月後 我剛剛舉的歐巴馬 柯林頓 卡特 什麼記憶所及的 在十個月前都積極無名 無名小卒 十個月後當然很總統 要這樣看政治 我先談李鴻元的問題 這是不要來亂的嘛 我舉個例子就好了啦 你們記得當朱立仁市長 對連任不表態的時候 有跑出一個 新北思議員叫林明毅啊 陳明毅 陳明毅啦 你看政治多現實我名字都講錯了 政治很現實啦 好 陳明毅啊 叫來亂的 你自然表態 這樣看就好了 其實還有第三黨的小黨的 機器成員打電話怎麼說 如果李鴻元是國民黨籍總統參選的話 他們還準備推出高清素媒參選總統呢 這樣會比較好看頭 各有各的盤算 回到正題就是 領導力問題 領導力的核心就決斷 不用我們這個歷史家的術語 有一句話 經典的 凱撒渡過盧比克河 盧比克 就今天意大利跟 古代的高魯今天化國的邊界河 那時候高魯總督就是凱撒 凱撒有一天接到羅馬元老院的 交出軍權的一個命令 叫他立即解除兵權回羅馬 凱撒當晚在盧比克河辦 他做個決斷 他說命運的帥子丟出去啦 他率軍職工羅馬 解散元老院追殺政敵龐培 這叫凱撒 如果凱撒在盧比克河辦 由於不決他就不叫凱撒了 所以正式人物關鍵時刻要 凱撒渡過盧比克河 不知道難以的凱撒何在 凱撒還是國王的意思 我從整體宏觀來論述 包括一些小黨的問題 政治就是實力 談實力邏輯 感情都放一邊 我想大家應該同意 分析政治 至少我從馬基亞為例的軍狼任裡面 給我們教訓 分析政治務必絕對的冷靜理性透徹 要跳脫個人的好物 你自己的價值判斷 比如說我們電視公司 對岸 基隆核對岸 你把個人好物丟到對岸去 自知一邊 這樣才有辦法 客觀冷靜分析政治 我舉兩個例子 都是國籍的有名例子 一 1991年10月25日 蘇聯共產黨發動 復辟的政變 其實三天就失敗了 當時的蘇聯總統 兼二共總書記 戈巴切夫 在克里米亞被軟禁 但是那時候俄羅斯總統 葉爾勤站出來 跟復辟要對抗 當然共產黨復辟三天就垮了 但是誰知前蘇聯解體 俄羅斯共和國取代前蘇聯 16個加盟共和國通通獨立 也就是我們最熟知的葉爾辛效應 什麼效應就是實力 第二 舉個美國例子 美國總統戰勝 他推動的大社會 推動的民權華安都一流了 但是他沒想到 越戰陷入離島 50萬美金陷在那裡 那時候連第一流知識分子 譬如說 專案作家李普曼 首席的電視播報員 沃特克蘭凱特 都說 詹安森總統 你無法連任的 他在那麼大壓力下 退選 有 那時候叫做 New Nixon 新尼克森 重新組合重新包裝出來 詹安森絕對不會輸尼克森的 這叫做 形勢比人強 黨員說 富氣無富度 孫子編法說的 求於事 不擇於人 事最重要 好 那我就把它談到台灣現實政治 民進黨 準總統候選人 蔡英文主席 當然是來勢洶洶 但是他有兩大魔作要克服 一 陳水扁前總統是尋求特色的 據估算 至少一邊一國連線有30萬票 關鍵少數 如果 他要求 蔡主席你要給我特色 要關開表態 他30萬票還可以要一席 不分區立委 你怎麼辦 就像尼克森要辭 他要求既任者 福特要給他特色一樣 後來獨佛一瑞還是知道是海格啦 海格在從中穿梭 那時候是幕僚長 當然 福特在就任一個月後 給林克森特色 代價太大 從此就沒完沒了 先入離島 那一回事了 第二個魔作 中美兩強國在亞太地區 對台海 主要是民進黨 如果說叫台獨的認知的話 請問蔡準總統候選 你怎麼回應 我在昨天說了 不管是朱王沛 吳越或王朱沛 誰守誰附 你們兩位 用兵王說的叫做 吳越同舟 同舟共祭 吳越本來是世仇啊 帶兩個坐在船上 你要一起划船啊 求生啊 到我以前為止 你們兩位所作所為 也不過是在鐵達尼號上面 研究家具怎麼擺設而已 沒有任何意義 何況 王朱的組合 如果不加上宋主義主席 他成為影子政府的隔魁的話 才有五五波 還不一定有勝算 還可以一戰 假如過期論說的 人力不失公所之事也 有利於民進黨的攻方 不利於國民黨的守方 我當然要談宋主義主席 一 他基本上 他在怎麼定調 我們從光譜來看 基本上他還是 就是 換藍系統 在屬性上 比如說兩愛一宗 一宗屋頂 或兩愛一家親 類似的論述 包括 我看到新新聞說 他過年還接到這個 習近平的年高 宋主席我想試看看有沒有不同 你可以自己下屬給我看看 表示 宋主席目前是檯面上 中方所接受人選 主要是他至少可以溝通嘛 好 第二 自我親身都問個好 我在年前 拜訪過李登輝前總統 無所不談 關前面來思慕 我怎麼問他怎麼談 很開放 其中提到 目前檯面上誰執行率第一 他馬上脫口輸出 就是宋主席主席 他自己講的 我也曾經 請教王靜民院長 說舉目目前政壇 誰最適合當新政院長 王靜民說 宋主席是第一 而且唯一最 最好的新政院長 至少李登輝跟王靜民的親口 我聽到了 他們的見解跟分量已經夠重 主要是宋主席對中間 換人選民 包括台獨基本教育派 我親口聽到前縣長 陳唐山跟張昌宏 這肯定是宋主席啊 甚至張昌宏還英文說 英文說 我跟宋主席主席 雖然我們有不同的過去 但是有沒有共同未來 這個銀鋪 就等一下等留言從來繞一下 你們主席很喜歡繞銀鋪 好 主要是 立委方面 以目前國民黨的遊戲規則 保證 親民黨跟民國黨來掛條件 到時候第三第四大黨 就是親民黨跟民國黨 看得很清楚 這兩個黨會接收 但還有其他時代力量 白色力量 或者是社民黨 我們都要一起來算 這幾個若干小黨 會把跳船槽啊 從救生艇救上來 那親民黨當然是一定 相當大黨團啊 一定 多黨不過半 好 我要稍微談一下 我們對面的這位 楊石秋兄的 我來暫且孤稱 楊石秋模式 其實複製科平模式了 一 如果這個模式要成功 一 民進黨必須在松山興域區 徹底離浪 就像離浪 柯碧一樣 包括以黨紀約束 自己的民進黨黨員或施議員 要參選者 才會成功 不然就破功了 第二 在此情況下 楊石秋先生 以 也許五黨聯盟啦 或靈異啦 如果他要民進黨 他就輸了 如果你在野大聯盟的話 好 在野小聯盟啊 姑且啊 因為姓於中山 姓於這個松山嘛 松山 跟會洪泰對決的話 封國浪一來 會把楊石秋送上岸 會把會洪泰捲到海底 為什麼 會洪泰的包袱啊 深南啊 馬系啦 眷村啊 黃沐青 我不是說這些 不是負面力量喔 你只靠這個力量 是不足以對 對看海嘯跟封國浪 跟龍捲風的啦 石秋秋勝算大吧 大家看 民進黨有沒有這種 胸襟跟態度 我做個結論 這個結論未必是完全一樣 但是只是做個類比喔 因為 上個禮拜啊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這個楊振林先生 他已經93歲了 他演講我是沒有親自領賞 但是我看他報紙 他談物理與美學 我覺得他很有 談的內容非常深刻 他婚姻當然成功啊 我什麼意思呢 當11年前楊振林82歲 娶他的這個那時校小姐 溫環小姐28歲 兩人差54歲 我看那時候啊 所有華文報紙啊 從港澳台灣到北美 沒有人看好的啦 兩個差54歲怎麼會成功呢 結果11年後 93歲對39歲 說我們兩個是進行一個非常成功的 浪漫史跟婚姻啊 夫妻同心啊 願景目標價值信仰都一樣啊 我為什麼用這個楊振配做例子呢 如果楊振配都可行 其實楊振配應該是我們過五十歲 十五歲來的人 想抓住青春尾巴的想像啦 一種想像而已 如果楊振配差54歲都可以經營成功婚姻 那我請教最具關鍵的 煥男的兩位 王金平跟朱毅仁 你們不能配嗎 我做個類比啦 換句話說今天 除了你們真的是要拱手 爛給這個蔡英文主席啊 你要說 騎馬進京城啊 長驅直路 就像凱撒直接度過盧比克爾 直取羅馬啦 不然 王金平院長跟朱毅仁市長主席 你們兩位的智慧格局 胸襟決斷判斷 包括有沒有猶豫不決 將會決定未來政權誰屬 這真是關鍵的核心之所在 所簡單分析 好 剛剛胡大哥也給民進黨一些建議 來 蔡委員 我不知道你怎麼樣來看 現在國民黨的藍色憂鬱 昨天你有提到這個 新台灣國策智庫的最新民調 民進黨確實你說招兵必敗 下滑了 你非常的憂心 國民黨這個部分 你說這個立委這個部分來講好了 你說這個要贏這個菜鳥要多少多少 很多藍營立委覺得 那我不需要留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離開 你自己現在欺憐吧 我不曉得你覺得這個制度 到底是誰想出來的 還有國民黨現在的藍色憂鬱 2016誰啊 還不知道啊 國民黨的危機日漸加深 各位知道 如果謝國良跟林洪池要連任的話 我認為困難不大 他們兩個如果想連任的話 應該成功的機率 不低於其他的立委 而且他們兩個在選區裡面 負面的批評的不是很多 尤其是林洪池 尤其是林洪池 他在當地有孝子之稱 他又是一個很溫和的人 又是一個長期的災食主義者 他如果要進行連任的話 是可能連任啊 為什麼要跳船 各位 為什麼跳船 就是藍色憂鬱 是嗎 可能是 另外 馬英九 他的身邊的大將 羅志強 金普聰 管中民 最近的一個叫王卓軍 紛紛跳船耶 王卓軍還不到借領退休啊 他是可以做到明年 馬英九要卸任之前 他再來借領退休 是可以的啊 為什麼要跳船 沒有任何理由耶 各位可以看到 他們的黨中央 非但朱立倫的那種 邵康中心的氣勢沒有拿出來 甚至沒有破例 甚至扭扭捏捏被受批評 最近的一個提名辦法 更是荒謬 搞所謂的中央集權 要用貧賤制度 搞什麼呢 搞叫做獨裁復辟 這個不就過去那種 國民黨中央集權時候 再搞的所謂 貧賤制度嗎 然後又讓這些 現任的立委 大委暴怒跳腳 還要勝選5% 不然稍正就要讓勝負5% 才能變成提名的依據 這個不就是在搞中央集權 不是在搞集權統治嗎 這樣的制度 是在走回頭路啊 民進黨一直在往前走 結果我們看到 新的國民黨是往後走 另外李鴻元 各位不要小看他 我認為他不是似水溫 他也不是臨時起義 他一定是有備而來嘛 我自己的猜測 李鴻元應該是馬英九跟吳敦麗 最綜藝的總統被胎 馬英九不喜歡王金平 這個是舉世皆知啊 他不但不喜歡王金平 當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他甚至不願意讓他當選總統 他甚至連連任立委 繼續當國民黨的立法院院長 馬英九都不允許啦 會百般的撤走 你試試看 所以在不喜歡王金平 遠看吳敦麗沒有勝算的情況之下 朱立倫又傾向不選 他只有寄託另一個可能參選 又不是差太多的人 那就是李鴻元啊 李鴻元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被拱上來當備胎嘛 這個有機可考啊 為什麼 因為李鴻元可以連結宋楚瑜嘛 就是胡宗信兄常常講的 朱王宋 李鴻元是適度的可以跟親民黨連結的人嘛 另外李鴻元說他看過民調 不是他做的 那不是他做的以李鴻元的Gipso 誰能做一份民調告訴他說你來選總統 他朋友出來 他朋友出來 我認為這個 不是馬就是五啦 大概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 如果李鴻元成為一個備胎 最高興的人是誰 不選的朱立倫也高興 為什麼 因為李鴻元勝選了 他是國民黨勝選 我是黨主席 共享尊榮 那如果李鴻元敗啦 那是馬英九的責任 不是我的責任 我還能夠持贏保泰 我繼續保溫當黨主席 上看2020 我只要準備好2018 然後我保溫到2020 他心裡面打得如意算滿是 馬英九執政8年 這個國家的財政作爛啦 這個整個經濟的基本盤 不是很好啦 你蔡英文上任四年 也不容易做好啦 那你不容易做好之後 功績面大 或許2020 我年紀也不大啊 也還不到60歲啊 對不對 我要職工這個2020的總統 還是可以有勝算 2016勝算不大 那我就忘2020啦 那王金平呢 如果李鴻元出來 王金平高興 也高興 因為王金平只在意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能讓我連任不分區立委 只要馬英九退讓 願意修改黨章 讓我連任立委 然後繼續搶立法院院長 王金平呢 不如力挺李鴻元 然後到時候 朱王馬無李鴻元 五個人所一舉 或許說真的會去整合宋楚也不一定 把他煥男的大整合在李鴻元 當一個重點候選人 對抗蔡英文 這個也不無可能啊 那當然各位講的那個毀文會不會影響 這個就其次啦 反正勝跟不勝 最後就不要踢這一腳了啦 反正贏跟不贏 對朱王馬夠有盤算 他在暗示人家的炒作你看 夠有盤算嘛對不對 所以我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今天擔心的是整個國政的 這一年兩個月會不會 國政空轉 然後整個國家就隨著國民黨 這樣的一個分分擾擾 然後一年兩個月一事無成 我擔心的是這個啦 現在社會大眾跟公民團體最想要的是說 你們趕快修憲啦 這個憲法有權無責的總統會造成國家災難 事實上從陳水扁總統 李登輝總統到現在的馬英九總統 整個憲政體制啊 確實是有自愛難行的狀況 趕快修憲 那修憲也不一定2016執行啊 他有日出條款啊 或許是2020 或許是2024都可以啊 這個有日出條款啊 大家趕快來修憲 但是照目前這樣的狀況 國民黨裡面喔 這個每一個都各懷鬼胎 每一個人都算計權謀太深 那只要國民黨還繼續惹在內鬥 我的猜測喔 他們不但做不了好事 同時也做不了大事 甚至可能會做壞事 我就是擔心這個啊 剛剛蔡委員還點了一下 這個提醒大家說 到底這個李鴻元他的民調是誰幫他做 他朋友幫他做的嘛 那記者問他說 那你排名呢 他只笑笑說 我排名還算很前面 所以這個民調真的是誰幫他做 真的是他朋友幫他做嗎 民調的動機是什麼 那蔡委員的意思是 李鴻元好像不是試水溫 他是有備而來喔 他可能是這個 馬王要治朱立倫喔 治朱立倫還是朱立倫不想選 那李鴻元這時候出選 又代表什麼意思啊 就像你講說那個民調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如果有的話 拿出來就一分兩瞪眼嘛 我認為這就是自吹 叫自拉自唱 自導自演 自導自演的一個 他的心很好 他想為國家做事 所以你朱立倫不想做 不想為國家嘛 對不對 然後你這個王靖平也沒有表態嘛 那我李鴻元來好了 但是我自己說要選就不行 我是想說有民調 然後自拉自唱 這個自導自演 我是佩服他的用心 不過的確是 有很多的其他的問題要去考慮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宋主席 我非常明確的跟各位報告 第一點 宋主席到現在為止 沒有從內心沒有說我非要選 或是我需要什麼職務無可 這種發自內心的那種 那種所謂的慾望也好 好想法都沒有 第二個他認為五六月份 是台灣記錄關鍵的時刻 不管國民黨也好 不管是朱立倫 王靖平 是五六月份那個時候 才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當然第三點 這個好像有被那個 李鴻元用掉了感覺 就是說只要人民需要的話 我們都準備好為人民服務 當然我必須說一個實在話 包括年前包括施明德 包括蔡英文主席 包括朱立倫主席 都找過宋主席 你說姚立民也有啊 為什麼都找他 始終認為說 的確 真正要論做事的話 恐怕是他是最恰當的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找他 總統或者副總統 宋主席 一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立刻就把話題岔開 所以從來沒有去談論這些問題 但是不可否認 我們總旗論就是說 宋主席是一個 具有影響力的活旗 台灣最具影響力的活旗 當然五六月份以後再說 現在台灣最令人痛心就是說 民進黨部分 大概定義一尊就是 蔡英文沒有問題 但是剛才都講了 第一只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兩岸如何定調 到底是 我先不說那些 已經有聽過的名字 先不說兩岸的論述 要怎麼樣去讓大家都能接受 這是重點 第二個 你的執政的團隊 和你的想法 現在看得見看不見 沒有 如果說現在能夠推出 就是蔡華郎當院長 我覺得要給鼓掌很好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真正的人選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蔡英文主席 你現在最近聽到說 陳菊跟現場林鬥 或是隨著第二代出來 OK 看得出來 現在上面的事情沒有了 只有底下在鬥 判信在鬥 那無所謂 但是這個時候 人民更希望看到 不是內鬥 而是你的執政的能力拿出來 好 這是民進黨的部分 國民黨的部分悶啊 真的很悶啊 人在哪裡 所以為什麼最近 包括楊實雄大家都提出說 如果沒有宋楚瑜 連談都不要談了 剛才各位提到 這樣類似的問題 但是我請問 中國國民黨 現在執政的馬英九 或者行政團隊 你們到底有沒有負責任啊 國民黨是最會選舉 最會執政的團隊 張秉坤 蕭萬長 連戰 你們這麼多年 持鄉喝辣的 你們治國民黨一個何地 國民黨搞成這個樣子 你們要負責任 要不要欠負自殺 怎麼國民黨搞成這個樣子呢 我們印象裡面 我們也以前國民黨了 我們當時只要一聽到國民黨 放心啊 誰出來都是 阿媽阿狗都會執政啊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好了 現在 連個人選都還出不來 我剛剛聽到一句話 是最誠懇的 最實在的一句話 其實王院長 現在最重要的是說 你到底確定他 是不是國民黨黨籍 你是不是確定他 可以當第四次的 不分區的立委 來擔任院長 如果連這個都不確定 你叫我選院長 你叫我選總統 你吃到飽了 不是 吃到壞了 不是 我吃到壞了 吃到壞了 你連最基本的尊重都沒有嘛 你今天尊重我說 報報院長 你一定要再繼續當事院長 讓委員長說 不用 我來拚 你連這種尊重都沒有嘛 所以我是說國民黨 怎麼會淪落到今天這個情況 所以這就是我說 2016 其實最悶的 不是馬英九 馬英九那已經過期了 馬英九最好能夠趕快出國 不要回來 因為那個胡宗欣大哥早講了 胡宗欣兄早講了 趕快出國 趕快去讀書 趕快回母校 天下太平 然後你太太的外國 這個什麼ID 或是美國身份證 這兩個出來用嘛 你再回去申請ID嘛 綠卡嘛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很特別 中華民國的總統的全家人 除了總統以外 大概都是美國人 我們台灣人民太可愛了 包括姐妹 包括姐妹 全家人 全家人 這不在的就不說了 爸爸媽媽都不在了 爸爸媽媽一定沒有了 姐妹 沒有兄弟 姐妹 這個媚婿 姐夫 姐夫也不在了 你的太太 你的女兒 你的女婿 你的女婿也是外國人 怎麼中華民國總統是這樣子呢 好啦 不想再罵馬英九 馬英九已經不值得罵了 只是說 為什麼國民黨淪落到今天 是不是請全國同胞你想想看 臉書上 我昨天PO了臉書 說悶啦 年輕人悶 中年人悶 有錢人悶 有錢人悶 沒有錢人悶 到最後國民黨最悶 你知道 還有一些死老百姓 不是死老百姓 說錯了 對不起 對不起 我說錯了 死國民黨的人 還在幫馬英九 這個辯護 國民黨就是因為馬英九 要死到這種情況 你們還幫馬英九辯護 到這個時候還分藍綠嗎 這個時候只有國家 可不可以往前走 我們已經耽誤二十年了 中國大陸怎麼樣了 韓國現在怎麼樣了 我們現在怎麼樣了 我們還要分藍綠嗎 要不要趕快找出一個 能做事的人 他或許是蔡英文 他或許是楊時秋 或許是胡宗信 或許是連這個宋楚瑜 趕快決定吧 國民黨 不要再醉深夢詞 好 所以第三勢力 不可忽視也來勢洶 上個禮拜這個李副總統 在我們現場也就直接講 我知道這個胡大哥 常呼籲這個馬總統去哈佛 這個連呂副總統 都知道這件事情 國民黨的藍色憂鬱 難怪這個馬總統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雖然說否認 馬總統問這個吳敦義 要不要參選總統 似乎是清點他 剛剛這個蔡元佑講說 這個李鴻元是有備而來 不過這個 我們看到副明佑說 李鴻元其實是在自導自演 怎麼回事 國民黨藍色憂鬱 我專談朱立倫主席問題 這樣集中 不是解其貨 我畢竟旁觀者清 而且我要說 我以下所論都出於善意 是把朱主席 從台灣現場 因為我也是一起跟他參加公益活動 我一直把他當朋友 所以出於一個朋友立場來 做善意的解讀 一 這是我上一段論述 如果凱撒在盧比克合辦 由於不決 他就再也不叫凱撒了 今天朱立仁主席在新電西合辦 由於不決 要不要跨過來台北 這意思 他以托待變 靜觀其變 其實 因為他這邊寫 我很聰明 但是我們 我們至少我們也不笨 他是用時間逼退 消耗 吳多利跟王近平 其實 把個人的理念 制黨一部故事 非常不妥當的 我重話不是說 我說不妥當的 這有失一個黨主席 一個無失啊 這種格局 雖然黨這個字 上面有三把刀 我不是很喜歡要鬥爭 也上黑 但黨 還是要光明磊落 黨因為叫Party Party是部分 你不要全部包 黨就是部分 人家整個旁邊都吃 目前黨中央對立委的提名 根本是兼臂親爺嘛 不是統治就是敵人 不跟黨中央站在一起就是敵人 跟那個小布希總統說 我們要對阿拉伯文化做持有型動作 不是一樣嗎 不剛好站在一起就是恐怖分子 荒謬結頂嘛 這個論述哪裡來的 這叫圍圓區魚啦 把魚趕到另外一個祠堂去啦 包括很多什麼百分之五那個門檻裡面那個里浪那個 這是荒天下之大廟啊 這就是絕對理性啊 那我想起明清歷史 老師宮廷我不要說太監就不好聽 老師有一群 好啦叫軍機大臣啦 他意圖掌控整個大帝國的總督巡撫調動一樣耶 現在不是這樣子嗎 軍機大臣三到五個決定 總共十幾個省的都府大調動 但這個黨中央是漢憲帝耶 你以為你是曹操董卓啊 你以為霞天子令諸侯 你人比漢憲帝不如 也不如曹操董卓 甚至比阿斗還不如啊 阿斗還會用一個諸可量啊 還不笨啊 好 第二點 我是非常嚴肅的替國民黨這樣講 我講客人講 恭請國葬各位人千萬不要再攪局了 你攪局夠多了 你把國民黨這個船要打沉啊 我說出所有國民黨不敢講 我來講出來 他提出了超越九二共識 直接進行政治協商和平協議 兩岸互信機制 不要說北京措手不及 連美國馬上介入阻擋你 這是我們最基本的國際政治吧 美國會讓你馬上進入 直接CBS兩岸協商嗎 怎麼可能呢 去獨讀維基解密 台北AID 換給國務院的報告 包括高毅仁先生到處說 朱毅仁不選總統 副總統 這樣講 但他行為就每天都在助選嘛 他什麼時候去過黃沐欣黨部 什麼時候參加深南大佬集會 什麼時候參加蔣燕士的追試會 從來沒有過 現在突然出現了 聽習遠關一聲 講話大聲人才會聽 陳水扁背後有個吳淑貞 馬英九背後有個金普聰 現在朱毅仁也不過區區黨主席 我等一下說為什麼叫區區黨主席 背後就跑出一個高議員 夠了沒有 Enough is enough 大衛說百嘴了 還跑出一個高議員出來了 主席會 國民黨目前執政六個縣市 你就飛到廈門市看看廈門市有幾個縣市 絕對超過六個 廈門市這個重點是保證下面超過六個縣市 你這個國民黨黨主席比現在下來廈門市長的縣市還少啊 你比游錫坤一心以為鴻庫將至 就是未來期貨交易廠說你贏35票 結果後來是2萬4千票 正當性何在 這叫做 水貴聲聲風 聲風流出順的大集大條 你這個黨都會性何在 尤其如果你要租席會的話 我們黨員說不可以抓鬼就鬼抓去 為什麼你看習近平怎麼處理四個人就好 周永康薄熙來徐柴霍一定計劃怎麼處理 乾淨俐落 沒有後遺症啊 他光處理王金平的問題都到現在拖在哪裡啊 王金平好像掉在半空中 跟其他殺掉在半空中就掉在旁邊 好 我還是這樣建議 雖然我是很重的話 愛聲則竊嘛 但是我還是平心盡力說 請朱立委員主席跟王金平議長兩位 坦誠相對 屁事密談 我因為故事結束 二戰期間啊 英國跟美國一定要非要合作不可 所以小羅斯武總統跟首相邱吉爾 哪怕不合也要常常屁事密談 那幾個故事 因為邱吉爾常常會到白宮去做客 過夜 那邱吉爾有個習慣 每次洗完澡就光溜溜在黃金走來走去 那小羅斯武總統想他是好朋友 所以有一次沒有推門 他坐人影 沒有推門就衝進來 結果邱吉爾剛洗完澡看到總統進來 他說什麼 報告總統先生 這表示 英國跟美國政府是坦誠相對的 沒有任何秘密的 朱立委員王金平兩位 政治前輩 你們不妨找個三溫卵 兩個脫光衣服吧 坦誠相對好好談 一 監聽黃竊聽 對不對 第二 用坦誠方式 把問題點出來 把你的是非公過得好好談 然後歸零重新出發 如果朱王兩位 這個坦誠相對 我用三溫卵做比你們不做 好 那我們會 我再引用一件 藍民恐傷的桃花散愛就好 眼看他起諸樓 眼看他宴兵客 眼看他都垮了 黃毓欣黨部不是宴兵客嗎 眼看樓就垮了 我們是不希望台灣政黨政治事實 如此的痛心疾首 我從來不是國民黨員啊 但是我基於政黨政治 替你國民黨好 請朱主席 王院長 聽聽我一個旁觀者 為國家之安定 政權之安全 台灣的未來 政黨 政治之健全 我很愷切地對你們兩位說話 好 這是胡大哥的呼籲 事實上我其實在講什麼 朱立倫嘴巴說不炫 事實上他的身體卻很誠實 怎麼回事 現在外傳說他長人勢 而且操盤這個侯友宜 來擔任這個新北市下外傳了 現在有部分的聲音已經傳出來了 那你說這個朱王或者是王朱 一直不表態的話 苦得也包含這是國民黨的立委 人家畢竟還是要選的呀 的確這麼多的動作 如果說朱主席他不選 好像大家又覺得他動作頻頻 但是黨內現在最爭議的是七人小組 這所謂的立委輔選策略委員會 這是國民黨以前前所未有的 而且所謂的5%民調領先 很多的現任立委大反彈 那這當中公不公平呢 這個紀委員你自己怎麼看這個制度 其他評鑑就不用談了 這個民進黨在20年前用過 我就覺得根本不能用嘛 所以那是一個不好的制度 5%我講一句簡單話好了 就好像鼓勵人家 現任的議員或其他的政治人物 來挑戰現任嘛 欸 扭你5%看不見了嗎 那你自現任你現在的現任的立委 於何必啊 沒有道理啊你為什麼要這樣5% 這個恐怕很難致遠其說 所以制度設的越多 我覺得對黨內團結和諧越不利 那好吧那立委先擺一邊 我們談總統的格局比較高一點 這個大家都認為說 朱主席到底選不選 當然這個仲敬大哥講說 他有意不決好像不選 那文英又講說 欸 好像請侯友宜 好像在布局的樣子又好像要選 然後我們黃昂兄又說 啊 我跟你講一定不會選 然後可是我們吳醫生轉天天 說不分選不可 那侯兄叔講說你不選誰要選 我告訴你 那你說他選不選 我的看法啦 他心意已決 原則不選 選是例外 我告訴你 他要拖就是希望自然生產嘛 哪怕過了育產其樂 我還是主席啊 因為我的動員能力最快嘛 最後是我在排版的 所以時間對來講沒有壓力 這還是要選嘛 不是 我說原則不選 選是意外啊 所以這跟做滿豬老四年是一樣 啊 你聽我說 所以那句話就卡住了他嘛 所以他 我已經從頭到尾講說原則不選 那可是你主席不急啊 急死總統啊 總統一定急嘛 欸 實質疑台大政政系教授 才講說 看錯比較題目算了啦 就讓給小英啊 讓他自己一個人去玩啊 到時候他總統的正當性就不足了啊 我覺得這種說法不可行嘛 不可行 那這樣的話 真的滑天下之大吉啦 怎麼可能說一個這麼大的一個黨 提不去總統候選人呢 所以那一天 李副總統到這邊接受訪問 他承認說阿扁總統有講說 他問一下很多人都是 都要爭著選總統 那你怎麼沒有再講 意思是就探他的口風 他要不要選總統嘛 那是李副總統講的 所以照這樣的邏輯 不管他是禮貌上的也好 或是所謂情意的相問 欸 馬總統會不會問吳敦毅啊 一定會問嘛 不問才奇怪啊 那吳總統前任不是講說 好像又有興趣呢 奇怪啊 那嚴不清楚 沒有興趣 這個好像這個感情情緒是一日三四 那如果真的有問吳敦毅 吳敦毅來問李鴻元 我覺得這個邏輯推理沒有亂掉 所以文雄雄在一直講說 不會從廁所出來了 沒有 李鴻元不是 廁所說他講的 李鴻元 你想廁所出來了 李鴻元說他沒有 吳敦毅沒人家提這個事情 他也沒跟吳敦毅提這個事情 那怎麼會有消息 我告訴你 這個沒有衝突 沒有衝突 知道 我個人感覺他不會這樣撼地拔衝 突然我們大家說 歐齊人都跳起來這樣 我想不至於這麼離譜 他已經閒置這麼久了 突然有這樣的一個心 一定 好 縱使不是吳敦毅跟他講 他不會透過第三者跟他講嗎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回到朱立倫來 他還是主將 大家看得出來 他民調暫時最高 馬總統 假設真的 假設真的是推李鴻元的話 那是不得已當中的一個 一個辯鴻 那至少先推一個人出來 不管你是政府 行政院長 至少又有一個人 你不要說什麼人都沒有 這種邏輯是合理的 他是朱主席最重要 我一直看說你今天 身兼新北市市黨 黨主席責任太重 重到我覺得你會分身法術 還有另外一點 你只要正式 不管你說選不選 那選更是 天下大萬 然後你不選 我告訴你 新北市市議員 不可能那麼輕易放過你 每天給你潑髒水就好了 所以我想說現在全中華民國 最偉大的市議員 就是新北市市議員 民進黨籍的喔 他每天就罵你朱立倫就好了 他就上鏡頭了嘛 所以這的確一定是 無可回避的一個問題 最後我的感覺是這樣子的 我講這樣可能他稍微快了一點 朱立倫主席一直講說 要把它做好做滿新北市市長 我這樣講恐怕有大不 就是這個 犯下那種那個那個那個 可以講說 違逆之餘啦 就是說 乾脆可能要找個時機點 把市長給吃了 我告訴你喔 無屬武器而窮 你身兼兩職到最後 一定沒有辦法都做好 市長這個工作喔 我這樣講就 真的是有點不太禮貌了 我這個還真的是第一次聽紀委員 第一次講說 不管選不選總統喔 都應該先辭新北市長 不是不是 找個時間 找個時間 專任黨主席 市長這個職務 就是草草口中的雞肋啦 食之無味 棄之可疑啦 我講的太實在了啦 台灣福原最大的縣市耶 這個 三大多二人耶 天子腳下耶 你又說福原大跟不大 我覺得那個不是很重要嘛 是你一個職位 你要把它做到盡善盡美 而且最主要 不是人多賞問題 那羅斯正就選就贏了 你聽我說 羅斯正也擊敗何友贏了 不是 我剛剛講 你沒聽清楚 選時機啊 他不見得這個時候啊 他可以幹了三年 又不用選 他直接 這派的也不是派的 那明年總統代言 還要當黨主席嗎 那不管 我是覺得 兩者沒辦法兼具 如果說他一定要兼具 那肯定要把它做得很好 很困難 所以 我看 馬總統應該還是比較屬意 所謂的朱立倫 因為他之前講過 耶穌亞嘛 那耶穌亞是誰 就是年輕的戰將啊 李宏妍是 耶穌亞的弟弟 叫什麼我也不知道啦 耶穌那個 外亞 耶穌祭啦 外亞祭啦 苦中中的我知道啦 換句話說我是覺得 總統人選 比立委人選 的確重要太多了啦 你現在說他們選哪個 要選立委 我覺得那個不是很重要啦 總統人選把它推出來啦 不然的話到最後 大家都亂成一團喔 你會覺得這個仗 不知衝而打起啦 我第一次聽這個紀委員 提出這樣的一個建議 不過紀委員 倒是每一集都苦口婆心 給國民黨員很深很深的建議啊 包含這個楊委員也是啊 資深的黨員 所以這個邱布生先生曾經講過 朱立倫比馬英九遜 那我也好多次在節目上也是都 這個一鳴驚人炮火猛烈的時候 我只怕會賣擦冷汗 你也講過很多有關於朱立倫 你給他的建議 那你怎麼看朱立倫 甚至包含這個紀委員 剛提的這個建議跟呼籲 我就拿朱立倫跟他的這個 目前可能的外卡 李鴻元來做個比較啊 我常常講啊 看政治人物 做過些什麼 堅持過什麼 留下了什麼 李鴻元做過水利處處長 省政府跟他共識過 做過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 做過行政院的內政部長 做過台北縣的副縣長 我相信大家對他做過些什麼 堅持過什麼留下什麼 完全沒有影響 你對他的政績大概不會太清楚 對他在八卦版上的新聞 可能大家朗朗上口 他怎麼選 朱立倫同樣如此 各位有興趣啊 剛好這兩天 我很喜歡看一些舊雜誌 你就看一看 朱立倫當選 新北市長 第一次的縣市長滿意度 天下雜誌一百年 他九十九年當選新北市市長 還101年的天下雜誌的縣市長的排行榜 除了他們的張通良永遠是最後倒數第一之外 倒數三名就是提名小組的首席召集人叫郝龍斌 另外一個還好去當副董事長的胡志強 還有一個是朱立倫 倒數三個就他們贊助了 你這種成績將來的選舉攤出來 為什麼大家會認為 我也認為宋主席會扮演一個 比較關鍵的角色就是 做過些什麼 堅持過什麼 流向了什麼 你去問所有的新聞局局長 大家有印象是誰 我不用問大家有答案 宋處理 你還記得哪個新聞局局長 邱川煥同樣當了六年的沈主席 宋處理當過兩年的沈主席 四年的沈長 大家印象如何 我很坦白講 今天馬英九浪最受傷的就是 他當個科長我相信可以很不錯 當個師長也不差 當個部長到天了 可是你當個總統就是一個災難 就是一個災難 在過去的七年 大家對能力 尤其行政的能力 尤其迫切需求的時候 宋處理就是在這一場 不管是藍跟綠裡面 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原因就是 他是有成績的 對不起 朱立倫你的成績 我沒跟你共識過 我不知道 我只能看歷屆的 前面是遠見後面的 天下雜誌的縣市長滿意度 就是你自己的縣市長 不管是桃園縣或新北市的市民 跟你的成績是不及格的 那相對來講 如果宋處理在 國民黨整合過程當中 整合進去的話 我必須要說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 最強力的組合來相互選舉 讓老百姓不是 爛蘋果我不得已選個爛的 而是從好蘋果裡面挑出來 那我真的必須再一次的 告訴蔡英文 在未來的選舉當中 如果這種整合成型的話 你的選舉非常辛苦 你在兩岸關係如果沒有突破 你繼續被少數特定的對象 所瑕疵的話 你不去聽蔡黃郎也好 或是我聽過的黃偉哲 那些真正的代表 希望穩定的力量的話 狗咬尾巴是正常的 當你變成尾巴來咬狗的話 那你這個未來的選舉不樂觀 我最後一句話 送給蔡主席 蔡主席是留英的 我相信他一定也看過這本書 就是所有唸外交政策的 都會去唸的 基辛吉 他一個非常有名的書 叫核子武器以外交政策 Nuclear Weapon of Foreign Policy 他特別強調 歷史上從以前到現在 會發生戰爭的原因 都是因為 當有一個國家為了追求 絕對的安全就會造成另外一個國家 感覺到相對的威脅 在你追求絕對的安全的時候 當國家感覺到相對的威脅 就會發生戰爭 就會發生衝突 日本為了追求絕對的安全 所以侵占了東三省 最後為了大東亞共融圈 而是大戰爆發 德國為了追求絕對的安全 把他的疆域從波蘭推到俄羅斯 最後造成他自己的覆滅 我覺得今天千萬不要認為 我的底線是如此 你非接受不可 天下沒這種事 今天的習近平 已經不是當年的江澤民 今天的中共的力量 也不是二十年前 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 你所面對的那一個中國共產黨 兩岸的和平 不管是哪一黨的政治人物 都要擺在最高優先 如果今天蔡英文 未來在選黨主席過程當中 他必須要想像到的就是 泛藍的整合包括了 宋楚瑜也跳進去的時候 你唯一能夠抗衡的 就是在兩岸政策 讓人家安心 讓我們認為 在未來急需你執政 也不會有任何風險的時候 我們才會看到一場精彩的好戲 所以千萬記得 那些在街頭的 那些聲音很大的 不見得代表是絕對的民意 黨內很多理性的聲音 才是蔡英文在未來選舉 最需要傾聽的 我相信大家都期望看到最強的組合 選出最好的總統候選人 好 其實委員真的是委委到來 他提出了兩個點 第一個 蘭英2016還沒有人選 第二個 綠營的派系 鬥爭浮上檯面 茶壺內的公報 這當中其實關鍵在於說 大家都覺得宋主席好 但是國成議員 大家都覺得主席好沒有用啊 必須要有一個最強的團隊 能夠組出來 而且必須要有一個平台 能夠讓主席上去嘛 這個我們宋主席的好啊 當然是他所作所為啊 是讓所有百姓慢慢看到 他最後才會是做一個懷念嘛 那我在看到底 國民黨藍色又不優異 我在看啊 從紀委員啊 每一次苦口婆心啊 勸勸國民黨啊 要團結啊 要儘快啊 苦口婆心 當然 紀委員我看他一定是 講快一點 他一定是非常優異的嘛 那這些黨員也是優異 可是台灣人民啊 不但只有優異啊 講一個比較快的 馬總統真的也是很悶啊 說實在 現在我們以選總統來看 現在很簡單嘛 台灣八世就是說 我們現在用 看戲的那種心情 來分析兩大黨 我看戲啊 你若賣給高拖拔了 這支你 我絕對沒給你看你了 所以 雖然看這種民調看起來 剛才那個蔡委員也講說 民進黨他是往下墜的 國民黨是往上的 那這個是事實 當然我實際上講啦 民意如流水 你隨時啊 是可以有變化的 那當然要看一個政策 我們先來講國民黨 選總統啊 台灣百姓 絕對是做選擇 還有做什麼 做比較 我會選擇 我還會比較 這個票我才投的進去 所以你要說 非籃吉利一定籃的 投籃的一定當選 利的投利的一定當選 我到現在為止 我絕對不相信 一定要靠第三勢力 跟理性的這些台灣選民 去支持你 你才會去當選 才會超過半數 這一定是這樣 那另外我看國民黨 朱立倫 我時常講過 各懷鬼胎 各有算計 朱立倫 馬英九 王金平 我時常講過 好像是在淡亂來的三角溪體的 等一下朱立倫跟王金平聯合起來 對抗馬英九 馬英九就奇怪 前一段時間 三月十七號的時候 欸 王金平生日的時候 他還特別告訴人家說 欸 他生日路 我們大家要祝福一下 那奇怪啦 那為什麼會主要敵人 結合次要敵人 又搞來搞去 說實在的朱立倫 你難怪王金平 你特別都要做一半 明明黨籍的問題 現在變成是你的權利 你偏偏就要做一半 那難怪 那當然他心裡面會想的 就會覺得說 你朱立倫 沒佩戀 第二就是故意 用一條手把我砍掉的嘛 不是嗎 那馬英九就說 朱立倫以前很聽我的話 現在為什麼不聽我的話 所以這個啊 搞來搞去 這種矛盾之間啊 那個喔 難以給我發佩 人家看見 人家看的會爛 另外 朱立倫到現在 我在說 他們都這樣先拚先啦 朱立倫 你一定要希望 這種 唉 這個 連署啊 簽名啊 這些 這個 眾星廣業 妄人有待 非女莫屬 這種情況 你才要來宣佈嗎 這個戲喔 不要再演 第二的馬英九 他擔心了 我能不能安全下樁啊 才會李鴻妍啊 才會吳敦義啊 可是 怎麼知道那個民調都差那麼多呢 所以他也希望 他用他自己的人嘛 不是嗎 另外 那王金平 當然 老謀勝算 你不表態 你不講 先講的先試 那我也不講 所以變成國民黨這裡面啊 錯綜複雜的關係 就會變成 一齣戲裡面 你如果賣戲給我拖廁 我跟你說 看過我就會先嘛 所以 因而這樣 所以我還是希望 那當然 這個蔡英文 大家都談到了 他當然 最重要的是兩岸 這個我就不再贅述 另外 也不要忘了喔 蔡委員也不要忘了喔 那個民進黨也執政過八年喔 陳水扁也有貪毒的案件喔 你要怎麼說服 台灣人民說 我蔡英文跟陳水扁 我賣戲就有事 第二次 你要把我台灣 帶到哪邊去 你總是也要告訴我 台灣人民 不是說你這尊 所以我還是 我還是很欣賞 我們蔡委員的 他說 民進黨是沒有那個 驚慌的本錢 要省慮 要接受 這個是對的 所以我還是希望啦 郭民黨 不要戲 不要再拖廁了 民進黨 你也不要以為說 今天我穩膀的 所以台灣人民 最後選總統 他一定是做 他的選擇 他的比較 才會投下這一票 我補中二十秒就好 我覺得 李宏妍不是玩假的 他有先發跟卡位的味道在裡面 因為他自己講說民調不是很低 所以這跟蔡委員的理念 是一致是有備而來的 不過剛剛這個林議員也提到了 現在悲藍極率喔 徐議員 現在悲藍極率 第三勝利來勢洶喔 我想根據一個比較新的民調 我想是台灣 新台灣國策智庫 他最近提出來的 有四乘五 有四乘五的民眾呢 面對二零一六的這個 立委選舉 他們選擇要支持第三勢力 那大家就可以想像 四乘五 那現在代表 不管藍或綠加起來 也不過才五乘五喔 那面對這個第三勢力 這四乘五的民眾 那民眾為什麼會這樣想 因為第一個 過去的這種政黨的 以政黨為主軸的這種政體 已經開始慢慢改變 那所以慢慢走向什麼 公民啊 公民意識的這種政治體制 所以我想在接下來這個階段 這個第三勢力 我想對這個 不管是藍或綠的 這個總統的候選人 因為國民黨現在必須面對到 趕快推出候選人 但是推出候選人之後 更大的挑戰在哪裡 是在第三勢力喔 而且李鴻元加進來 剛剛自委員說 他覺得不是玩假的 他覺得李鴻元不是玩假的 有點卡味的味道 而且好像卡模特地有選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想這個 大家可能要花多一點時間 來關注這個第三勢力 到底怎麼樣能夠爭取到 這個第三勢力的這個部分 來面對2016的挑戰 好 為什麼會這個紀委員說 這個李鴻元不是玩假的 包含說剛剛這個蔡委員 也講說這個李鴻元是有備而來 所以你現在的朱王沛跟王朱沛 看來所以紀委員是有變數的 不是叫做有備而來啦 他之前根本沒有想到 沒有起心動力選什麼嘛 他以前講到選舉 他是很排斥的啦 當然你說他選這麼高的位置 他當然是每個人都會 都會起心動力嘛 可是一定要有一個 來自很高的聲音來提醒他說 你有這個機會嘛 那你有這個機會假設說 上面沒有這樣的暗示的話 他也不會一個人自嗨啦 不會啦 他會讓他覺得有一點點希望 所以他才希望說上面趕快講好嘛 你上面只是有一部分跟我講 可是你上面好幾個先講好 你上面那兩三個一個跟我講 不夠的 所以我是覺得他是一種 先發投手的味道在你頭 不要說他玩假的 他還開一個記者會 那個新蘇花表會有沒有看到 陳聰也到了 王金平也到了 那種規格就是選總統的氣勢 的記者會 新蘇花表會可以表達 希望你能夠出現 大家希望你能夠出現 大家希望你能夠出現 我可以看到 我們會看到 幾次啊 你有兩分為有幾個 有幾次